树根串进民宅 地砖均裂毁损 住户不声其扰 台中市议会业务质询上 市议员陈雅慧就指 这些造势的路数 都登记在市府名下 要求改善 建设局回应 日前已经断根处理 目前也拟定移除计划 本月就会提送委员会审议 你要看对这里弄去 对 你会弄去 一直来 一直来来来 来到这里 指着地面磁砖裂痕 一路往住家延伸 破坏地板影响生活 这竟然是外头露树的树根 惹的祸 市议员陈雅慧 拿出民众诚情画面 直指住家遭到毁损 而这些树都登记在市府名下 就要求给个交代 侵入到民宅去了 那树根跑到人家家里 也破坏到他们的这个路面 那这样子民众的 家里的毁损要算谁的呢 申请国赔 我想是他有权利提出来 那只是说 因为国赔委员会 他是要审议的 那因为你们种的路树 导致我家边这样 以前没有这个例子 我们有两个方式在处理 第一个当然把它设施到 影响的部分 我们先改善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棵树 它也提出来要申请遗址 那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在11月 我们会送委员会 不论是住家 还是排水沟 树根见缝 旧砖家门前这两棵大树 民众是不生其肉 建设局强调 树木没有在 未来新辟的道路 或是公园会胜选树种 并采取 倒跟板 种在适宜的位置 而说到适宜的位置 是园林后又就质疑了 台中市有许多 道路旁的行道树 遮蔽路灯标示 难道城市绿化 成了道路杀手 非常多的这个行道树 其实都造成我们 道路的交通的视线死角 导致 可能过去有发生过 因为树木 遮蔽视线 一些死亡车祸 甚至今年南屯区 路数倒塌 市府在协助 申请相关的国陪 那既然如果国陪成立 是不是以后 任何遮蔽视线的 这些道路 行道树的种植 都能够让这些市民朋友 来申请国陪吗 最近我们正在盘整 我们现在在路灯 节能照明的部分 我们就要求 在养工处 在市处的时候 一并把路数的部分 做适当的建许 所以我们早期会 行道树会遮蔽路灯 这样的一个部分 新的部分不会有 旧的我们在逐渐调整当中 旧帕氯化美意 反而组位 驾驶人士线 酿成交通事故 把数纵在对的位置 市府也积极维护修剪 让绿化与道路安全 两者间能取得平衡 共创城市荣景